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十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将于周三抵达上海 与中国负责气候和外交政策的高级官员进行为期三天的会晤 消息人士透露 在上海克里将亲自会见他的中国同行谢震华 还要与一位负责经济和气候变化事务的高级领导人 可能是副总理韩正进行视频通话 消息人士表示 克里还可能与外交部长王毅和习近平的外交政策高级助手杨洁篪通话 但是他们也提醒说计划仍可能有变化 消息人士说 在上海举行的面对面会谈中 克里和谢震华将讨论建立一个新的正式机制 以便在气候问题上进行双边接触 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追求低排放的经济增长 克里对上海的访问将使他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 此前在上个月两国高级外交官在阿拉斯加举行了会议 在那一次会谈中杨洁篪用了十六分钟的时间来抨击布林肯 以及美国一连串社会问题 包括种族和民主资深的缺陷 华尔街日报介绍 尽管双方在贸易技术人权等方面存在摩擦 但是气候已经成为合作有前景的领域 中美双方在工作层面和幕后都进行了持续的讨论 以寻找在可持续金融还有环境技术等领域进行可能的合作 有趣的是克里的访问距离美国计划于四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举办为期两天的虚拟气候峰会仅有一周时间 拜登总统已经邀请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四十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 在阿拉斯加会谈期间中国曾经提议拜登总统和习近平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而中国外交部在本月初表示北京正在考虑是否参加 预计地球日峰会结束时 拜登政府将宣布未来九年美国的减排目标 会议旨在为国际社会努力制定比巴黎气候公约中达成的目标 更加宏伟的气候目标进行造势和铺垫 拜登总统已经将气候变化作为其政府的优先事项 要让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成为全球领导者 而习近平本人也将气候变化作为优先事项 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位熟悉会谈的人士说 北京对于这一次会议的期望值并不高 他指出双方最近讨论时困难重重 其中有一位人士说双方计划讨论可能重启美中气候变化工作组 但是要换一个新名称 这样的工作组在二零三年布什政府期间启动 二零一三年克里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务卿时接手 后来被川普总统叫停 而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北京和华盛顿在阿拉斯加的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气候变化工作组 但是美国国务院后来否认了这样的说法 两国还没有决定新的气候变化工作组的名称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根据美国方面在周二发布的一份重要年度情报报告 中国扩大其日益增长影响力的努力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 报告警告表示 北京有能力进行网络攻击 可能会破坏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 该报告将中国推动建设全球大国放在威胁清单第一位 其次是俄罗斯伊朗和朝鲜 年度报告中通常很少有这样的暗示 这些报告是解密评估的集合 尽管情报机构对于威胁的排名 以及他们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报告表示北京莫斯科德黑兰和平壤 已经表现出以牺牲美国以及其盟友的利益为代价 推进其利益的能力和意图 尽管出现了大流行病 中国越来越成为了一个与美国近乎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 在多个领域 尤其是经济军事和技术上挑战美国 并正在推动改变全球规范 有关于伊朗的部分可能会影响美国重新加入核协议的谈判 情报机构评估表示 伊朗目前没有进行制造核装置所需的关键核武器开发活动 报告表示伊朗领导人极有可能在制裁没有得到缓解的情况下 仍然不愿与美国进行谈判 情报评估还对阿富汗进行了有关说明 就在拜登总统将宣布核实从阿富汗撤军的前几天 报道表示情报机构认为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仍然不乐观 塔利班可能有所斩获 最近几周表示美军应该留守更长时间的官员 利用这样的评估来加强他们的论点 报告还表示中国的战略是在美国以及其盟友之间制造隔阂 北京还利用其在抗击疫情大流行病方面的成功来宣传制度优越性 报告预测中国将促进台湾推进统一 并批评美国加强与台北接触的努力 但报告没有预测任何形式的直接军事冲突 报告说中国利用其电子监控和黑客能力 不仅在国内镇压不同意见 还进行影响到境外民众的侵略行为 另外中国代表着对美国网络攻击越来越大的威胁 情报机构评估北京至少可以对美国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 造成局部暂时性的破坏 在对于俄罗斯的情报评估中表示 尽管许多人将莫斯科视为衰落的国家首富 但是美国的间谍机构以及情报部门仍将其视为一个突出的威胁 并指出俄罗斯的供应链黑客行动 在全球大概一万八千个计算机网络中制造漏洞 评估表示虽然俄罗斯会避免与美国直接发生冲突 但是会利用影响活动雇佣军行动 还有军事演习来推进其利益并破坏美国的利益 虽然报告强调了国家面临的传统类型的安全威胁 但是也对气候变化和全球流行病的挑战给予了重视 拜登政府表示情报机构将更加密切地研究这些问题 这些威胁大部分是长期的 但是也有可能产生短期影响 报告还说美国人民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威胁 报告发布后 海因斯女士中情局局长博恩斯以及其他高级情报官员 将在周三和周四在国会作证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台湾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 美国预计将将台湾列为汇率操纵国 但当前中国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以及全球芯片短缺 使得分析人士认为华盛顿不太可能对台湾加乘关税 根据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市场普遍预计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将在四月公布的汇率报告中 将台湾列入汇率操纵国 因为台湾已经符合美国财政部评估操纵汇率的三个标准 而台湾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先前承认 华盛顿很有可能将台湾列为操纵国 这篇报道也引述杨金龙近日在立法院的说法 说美国对于台湾晶片需求很高 如果要紧缩台美之间的贸易顺差 那么台湾恐怕只有不卖晶片了 分析人士表示即使美国将台湾列入汇率操纵国 鉴于微妙的地缘政治考量华盛顿不大可能对台湾加征关税 因为涉及台湾不仅是经济还有政治考量 分析人士表示对于台湾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将可能会伤害这个区域关系 原因是中国军方近期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再加上全球芯片短缺 加剧美国对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的依赖 因此拜登政府正寻求加强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按照规矩美国每年在四月和十月会公布汇率报告 而美国对于汇率操纵国总共有三个判断标准 分别是对美国商品贸易顺差达到两百亿美元以上 经常账目盈于占到国内生产毛额 也就是我们说的GDP比重超过百分之二 以及净买汇金额占到该国GDP的比重超过百分之二 如果符合上述三项指标 那么就会被列为汇率操纵国 被认定借汇率政策从事不公平贸易竞争 杨金龙在三月在立法院备讯时曾表示 根据美国的三项标准 台湾确实有可能被列为汇率操纵国 但央行第一时间会与美国进行磋商 不至于有利己的影响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美贸易方面的消息 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第一季度从美国进口创纪录 但同时因为中国出口强劲 其贸易不平衡反而加剧 分析师认为中国进口增长的原因 使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国内需求增强 尤其是建筑业 分析师表示随着政策支持的取消 还有疫苗推广开始扭转疫情 引起的对于中国商品的需求 中国第一季度整体出口增长保持高位 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顶峰 文章介绍在跨太平洋竞争的背景下 在围绕冠状病毒的不确定性中 中国的进口量在增加 三月份和今年第一季度从美国的采购量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引擎继续全速运转 中国被视为世界工厂 长期以来向其他国家出售的产品多余购买 这样的做法一直面临海外质疑 不过根据官方海关周二公布的数据 中国在三月份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增速为百分之三十八点一 与二月份持平也是二零零八年五月以来最高的远高于市场预期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 中国三月份的贸易顺差收窄至一百三十八亿美元 这是自从去年一二月份以来的最低总额 当时中国在冠状病毒爆发的高峰期路德逆差 三月份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上升到一百七十二点九亿美元 今年第一季度是四百六十五亿美元 海关数据显示 两项数据都是九三年该数据系列开始以来的最高读数 从二零二零年观众病毒重创第一季度的疲软基数来衡量 今年前三个月美国商品的进口额同比增长百分之六十九点二 数据显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持续增长 即使北京和华盛顿仍然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峙 尽管贸易战期间对于美国商品征收的进口关税仍然存在 美国对于中国商品所征收的关税也是如此 而文章分析这反过来可以说明去年一月签署的中美贸易协议 不管是否有用都产生了预期的效果 就是促进中国对美国产品的进口 尽管中国的购买量仍然远低于协议要求的水平 再要为您快速关注到的是几条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今天宣布五角大楼增加五百名驻德美军 扭转了川普政府时期将驻德美军数量削减数千人的几率 奥斯汀在柏林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宣布将增加美国在德国的部队存在 这些部队将加强在欧洲的威慑和防御增强现有的能力 以防止冲突并在必要的情况下打赢战争 奥斯汀表示部队将驻扎在威斯巴登地区 最快在今年秋天抵达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领事馆推特账户被关的有关事件 根据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 社交媒体平台推特日前短暂的封锁了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领事馆和中国驻巴基斯坦文化参赞的账号 经过申诉之后 推特在周二已经将两个账号解封 中国驻悉尼领事馆在四月十三日发表声明 说推特在未告知具体原因的情况下 冻结了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官方推特号 声明还说在领馆联系了推特公司要求对方做出澄清 并尽快解冻之后 领馆账号被解冻 但是推特公司没有说明解冻的具体原因 而同日网友发现中国驻巴基斯坦文化参赞张和清的账号也被冻结 张和清在另外一个私人账号上证实了其主要账号被封的消息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法国有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中国驻法大使二度致函法国议员 并威胁如果再对台湾表示支持 那么就会受到制裁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也在二月十八日致函企业 试图阻挠参议员访台 受到了法国专门报道 震惊的网络媒体字母A的揭发 在法国政学界和社交媒体中引发了波澜 根据字母A的报道 中国驻法大使在三月二十三日照到法国外交部召见 但是没有改变态度 卢沙也再次写了第二封信给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 这封信的标注日期是三月二十五日 也就是卢沙也被外交部召见 并与外交部亚洲事务主任进行会面后的两天 在超过两页的信函中 卢沙也企图报复参议院的访台计划 说这是一种侵害 同时文章也说从二零一五年以来 这类国会行程已经举办过五次 从未引起过如此激烈的反应 另外根据来自CNN的报道 拜登总统今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通话 提议未来几个月在第三国举行峰会 主要是讨论美俄两国所面临的全面问题 我们要发言 管理由 感谢观看